在這一節我們要把這堆數列圖像化 我們先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新增一個串列 那我們把這個串列呢重新命名 命名SAS 要讓這些數變成二維上的點 所以我們要再賦予X坐標 我們今天令這個AS等於Sequence 好在這Sequence裡面呢它有一個坐標 這邊我們K從這個0到這個N 好那前面呢是擺這個K 在這後面我們利用這個Element 去得XAS的DK項 對於Element指令它實際上是從1開始 所以我們要補個K加1 好這樣子呢我們就得到這一串點列 好稍微移一下實際上就有10個點 控制這邊我們就可以控制點了多少 如果在坐標走按Shift鍵 我們就可以拖拉這個縮方比例 把這個VAS 然後它也是一個Sequence指令 其中呢我們這邊有擺向量 好那向量的話呢前面一個是起始點 起始點的話就是AS的DK個 那終點的話呢就是AS的下一個 K加1個 這樣子就有一個向量 那我們是從怎樣 K從這個E到這個N 好這樣子就會得到這個N個向量 那我們這裡再改變就可以看到這個向量的連續變化 當我們拖拉這個M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變化 然後照這樣的操作呢 我們把另外幾個做出來 新增 串列 重新命名 先命名SBS 接下來呢再把這個BS 再稍微修改一下 這邊改成V 這樣子第二串就出現了 那接著呢再把這裡再選起來 再一樣新增 新增 串列 重新命名SCS 那CS這邊一樣改成C的 C的串列也出現 向量的部分也類似 把這裡改成V 對應的部分都做一些修改 C的部分也是類似的修改 接下來再上一下這個顏色 上成這個藍色 那C的話馬上成這個紅色 這樣子很快的就完成了地回操作 稍微修改這個矩陣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結果